內衣服 好 握個頭 握個頭 沒那麼嚴重啦 這是真心的在握 蛤? 真心的在握 不知道事情發生都發生了 我已經瘦了六公斤了 你看我算了 他說他瘦了六公斤了 他現在還一百多公斤 是因為這件事情 你幾公斤現在 你是我體重了快三倍 二點五倍 會在更瘦 我覺得我會在更瘦 喔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窮到沒飯吃啊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是啦 壓力啦 壓力啦 沒有窮啦 壓力 壓力很大 一向敏恩仇啦 也一向敏恩仇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對 所以也不需要希望吳征跟你道歉了這樣 沒有 我剛剛是說 因為我那個時候跟他通話的時候 我是說 我希望你跟我道歉 可是 就是 其實道歉有很多種方法嘛 對啊 像剛剛吳征也有講到 他就是說 我們兩個的本意都不是要這個 不是要作對廝殺 對啦 對啦 其實我覺得能夠澄清到這裡就很棒了 因為 其實 呃 他不是針對我 我也不是針對他 對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這個廠商 那個案子被 被那個 移掉的時候 我是真的 有點怒火攻心啦 所以我那時候想要找他討個說法啦 那其實我們今天討論完之後 其實也沒有討個說法 就是 反正 因為那個話也是我自己講的嘛 對不對 這話自己講出來了 那就 那就只能自己認啦 對啊 雖然說我認為有被斷章取義的情況 可是 畢竟還是自己講出來 所以還是只能認 對 我這邊 這邊也想 就是 額外幫這個 家行再講一下 就是其實我覺得 家行在這次事件中 當然一開始 可能有一些情緒 但是到了這個階段 其實他的處理是很好的 我想這幾年 台灣社會也會擔心說 有時候看到網紅 有很大的影響力 有很多粉絲 可是失言了之後 可能就沒有出面面對 或者甚至是拋出其他的爭議話題來轉移焦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家行這件事情 他是勇於出來面對 那甚至也去更正他的說法 甚至在公開的場合去 針對他表達不清楚的地方道歉 那我認為這都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 以上中文章 比如這次一天 ahead 不會吧 對對線 再聊一 общ�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取得的一點 bus 也好